据军事格罗斯网站22日报道 法国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部长克莱蒙·伯纳当天说 欧盟不可能为乌克兰提供快速入盟程序 这一进程将需要很长时间 报道称伯纳在巴黎的这电台上说 我们必须说实话 如果我们说乌克兰半年 一年或两年后就可以加入欧盟 那我们是在撒谎 事实并非如此 这大概要15年或20年 这需要很长时间 他还说 我不想给乌克兰人任何幻想或谎言 报道称伯纳20日被总理伊丽莎白 伯尔内任命为政府负责欧洲事务的国务部长 伯纳表示 乌克兰应该成为欧盟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并重申为乌克兰创造一个 替代成员国地位的身份的想法 他说 我们欠乌克兰人一个他们可以参与的政治计划 报道称 本月早些时候 马克龙城镇乌克兰的入门过程 可能需要几十年 他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议会会议上说 即使我们明天就给予他们候选国资格 我们也都非常清楚 允许他们加入的过程也需要若干年 实际上需要几十年